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所谓要认得最基础的字 是如此 好 但是到了汉代 我们讲过 一方面他继承秦朝的精神 就是所有老百姓基本上头都要有这些基础的认识的字 但是他也认清楚一个情形 究竟汉不是秦 我必须要讲 汉确实骨子灵魂精神相当的情 尤其在所谓西汉时期 但后来由于所谓先王学的注入 我不说儒学 我讲先王学的注入 他究竟慢慢就会发挥自己的特色 就等于各位要知道美国精神怎么出现的 美国我们都知道本来是英国英属殖民地 对不对 北美十三州 北美十三州没有美国精神 那个美国精神很微弱的 很有限的 他们的一切都是还是认为欧洲那是老家旧大陆 他们是新大陆 当然有些不同 宗教上头它会有些态度的不同 那么生活上头当然也有些不同 好 但基本上头它是承袭的 真正的美国精神是在大西部开拓的时候 整个出来 就是说Cowboy 铁路 矿藏 冒险 商业 整个出来 美国的精神是靠往中西部大开拓移民过程当中 美国精神彻底的维持 直到今日 跟欧洲切割开来了 汉代 骨子 没有错 继承了秦代 但是 他明显到后来 由于先王学的注入 跟他自己的文化 文化不能由得你控制相关 毛泽东 以至于到习近平 我觉得他们一群可怜充 他最后根本控制不了 他就是要这么办 你要怎么办 他就这么发展 所以到后来 他就会注意到了 如果最后老百姓认识3300个字 大概也差不多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要进入政府里头 做最基层的官员 好比科员 认识这些字是不够的 所以根据许慎写的说文解字的 这篇序就讲 卫律 我必须讲这一段里头的文字 段宇才的很多说法都有问题 卫没有问题 这是庭卫 庭卫 朝廷的庭 没有加一点一横一撇的那个庭 庭卫 我还用法律 尤其讲古代 那就是律令 古人只用律令 好 根据庭卫司法机关的律令 学童到十七以上 好 古代十五岁上算成年 到但是算成年 但实际做官年龄还要更晚 就是做政府官员要到十七 这就看得很有意思 就是古人算什么才叫说丁丁 加以丙丁丁 就是算男人了 叫成丁 就是成人 十五岁 而且这不是汉代发明 战国就如此 而且不是一个国家 各个国家几乎都是如此算的 但做官只能要十七以上 我要笑的是什么 十五岁就叫成丁 所以就按照成人抽税 但跟成人一样赚钱 要再晚两年 就是你十五岁就开始得 要跟你父母一样的年龄纳税 但是你十五岁到十七岁这段时候 打工 你不能按照一般的工资领 你只能拿同工的钱减班 你看到这些小地方就知道 自古以来政府的妈的坏的 都不是东西 十七以上 你才够资格参加 用这些人讲公务员考试 公务员考试的时候要讽证书 九千字 书还是文字 这个的书当然可以讲做所谓的公文 这些都可以 好 先讲讽 讽什么 背诵 背得出来 所谓背得出来的意思也很简单 就是我念一个字 你听写 听写你们总听过吧 对不对 我说一个 I speak 好 I 你就写一个 speak 好 这就是记得背诵 不是背东西啊 不是要你背条文啊 要切记啊 段宇才就解错了 不是背律令条文 而是背的两个那些字 就是你脑海里头背诵一大堆的词汇 Vocabulary 你一发一个音 你就知道是什么 好比我写一个望 你当然不知道 我说希望 你会不会写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写 你会不会写 好 有人就死了 不会了 所以冯就是要背诵 所以背诵的话就是 你完全脑海里头记得 在这个上下文当中的使用这个词汇的每一个词速 就每个字 它应该是怎么写法 那么 咒什么意思 段宇才也解的不对 咒是什么 那就是抽出来的 古书里头的咒 这个字也 跟咒文的咒没关系 它基本上就这个字 而咒也就这个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的文雅的人 包括我 我把自己说文雅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听了后都觉得嘻嘻嘻嘻 怎么讲 咒读什么意思 不是一字一句从头到尾读到里 从当中挑选的东西读 叫咒读 所以它你读抽嘛 我们现在说抽选 抽签 抽考 那就这样子 临时抓奖就考 抽签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上吧 所以那意思很简单 不是已经有固定的九千字给你 让你死背 那有人会背那么久就每次都考上 他没有 每一次题目都说不定改 抓到哪个 念一段 总统令 抽出来是这一段 下一次 另一个人一抽出来 行政院院会 第几次会议 是这一段 再抽一次的话 伴徒 他们没有结尾 此后务必言行遵行 违反者 判终身监禁 随便抽一段 随便抽一段 直接给我写 一共要考到九千字 所以现在你知道 讽咒书这个意思了没有 那就是 它当时要能够背诵 而且抽考出来的那些的 所谓的政府公文书 它整体而言 写它的这个文字要能达到九千字 这才得以为始 得为始 什么意思 就是用现在做最基础的科研 这个词汇 科研其实不好听 因为它的话 我所不好听的话 它就好不然还是安慰 用香港的话最简 文源 办公园 文源 它要九千字 九千字 你各位你知道 差不多是什么样的程度吗 大学毕业 因为按照现在 小学毕业差不多三千来字 高中毕业的时候 应该差不多要达到七千多字 大学毕业就应该要一万字 这就跟我们所谓英文检定测验一样的 如果第一集的话说不定的话只要多少 到了第二第三 好比第六集第四集的时候 那么至少你需要有认得七千个英文字 那么如果你要到到考到八集的话 当然可能需要认得到一万五千个英文字左右 什么这么一万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三千字的 四集的 与十百许的 其他的 身份的 我所谓的 课印章时候怎么写法 我们知道 你如果真的用过印章 你就知道 那个印章上的写法 完全跟我们正式写法不一样的 你往往认不得那什么字的 第三 如果你曾经于土木建筑系的 男朋友也好 女朋友也好 交过朋友 或者根本没有感情 只是有来往 你看到他的所有的建筑图案 他们的书写格式完全是另一套 喝得死死的 跟我们一般的写法完全不同 就是都是正台单 完全是两个风格 那么有时候他还有艺术性的题字 你好比如说很多的招牌 或者人家的门口的对联 也是汉字 七扭八歪 写着你不认得的 这就是同一个字 有八种写法都得回 因为他要应付古代公文当中 出现的各种的状况需要 有时候的政府公文 为了要显示皇帝下达的诏令格外隆重 所以他可能必须要用所谓的那种极为典雅的像印章上头的字 有时候他为了要显示这个地方的富丽堂皇 所以他可能特别要用某一些艺术性字体来将它呈现 某时候他要写 刻在印章上 他要能辨别的出印章 因为好比这个公文传达下来 我怎么知道这个公文是真是假 很简单 你要看印章 印章上你辨不辨识的出来 所以他要以八体视之 这种人才能进政府里头做基础的文员办公人员 因为他天天都要办公 天天都要碰到各式各样的事情 因为老百姓也好 地方官员碰到的很多蝗虫 蚂蚂 怎么写 一天到晚下雪了 下霜了 下炮子了 怎么写 各式各类的状况都要出来 所以他各式各类的文字都得通 所以他必须要通到九千字以上 这才够资格 在政府里头办公 因为他办的工 也是各式各类的状况都有 当然旧有会涉及到各式各类的 资 否则连资都看不懂 你办什么工啊 越办他们越糟糕 但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 用这个的所谓的仓鞋 或者加上这个阳兄的迅转 当然或者是三仓大体上也就足够了 不过自古到今都难免会有一种情形 那就是平常不好好念临时报佛教 第二 人性都极其偷懒 这个年代尤其严重就是吃素食 什么叫素食 用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立刻收下 包括了第一集的这种武侠小说都在内 一个人的话只要掉到山洞 横到哪个怪老人或者老妖婆 立刻就他妈的一掌盖到天灵掌上 就将四十年功力传到你身上 陡然一下子就变成武林第一高手 这就代表人的下贱心理 你不要看外在罪恶 看你自己内心 你就晓得多龌龊跟黑暗 人向来喜欢这一套 不是现在才有 所以到后来怎么办 这就在了东西汉原地的时候 记住 这是到西汉末期圆城埃平 西汉原地时候 当时有一个太监的所谓首领太监 用后代翻 它是黄门令 黄颜色的黄门 大门的门 黄门在古代就是所谓太监办公的地方 所以叫黄门 在黄门令里头 那也就是首领太监 一个叫史游的 史 历史的史 游 游泳的游 不是游戏的游啊 游泳的游 沾点水 写了一卷 急救章 不知道急救哪个字 去死 一死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 在最急迫紧张之间 立刻就可以完成的作品 所以叫急救章 它大体上是每三个字一句 但有的地方也会用七个字一句 这种的字数包括了苍结在内 大体上 它们为了方便你记忆 都采取运文 就是可以押运的 以便于你背诵 记忆 小皮球 相较利益 满地开花 二十一 二五十 二五七 二八 二九三十一 这样子 要朗朗上口 很容易背诵 赵秦森 周吴正王 逢尘蜀 为 江省汉阳 好 这样 就这样 好 对 总共 在短期之内迅速就能够完成的话 你这个所谓最基础的认识字的要求 所以它只有简简单单 不后一卷 只有一卷 太多了 这群懒人 他妈就是这种混蛋懒货啊 你还给他四卷五卷 所以最好一卷 总共只收一千三百九十八个字 九十四个字 我们一讲了 按照秦代这种秦星 最烂的所谓一般小民都得要认多少 三千三 他妈他只要认一千九 一千三 九百 一千三百九十四 那就是打对折都还不够 对不对 三千三打对折的话 至少是一千六百多 对不对 他妈对折都不够 就是你可以出去唬 我不是文盲 我是字的 那是是是是我是字的 这就叫急救章啊 这就叫 直到这个词回到今天还成为我们的 你们那妈的不知道 正常的人的话 我讲正常你们都是非正常人 在正常人当中都还会用这个当做俗语 急救章 赶忙之急 立刻就把他给告通 好 西汉的时候写了急救章 这个东西留到现在 到了东汉的末期 一位著名的大经师就是福贤 我讲过 我讲过左传在杜宇住之前最出名的两大经师 一个就是贾魁 一个就是福贤 所以在孔颖达替左传住书的做正义的时候 经常会引到福贤怎么说 贾魁怎么说 那么杜宇为什么不采纳他们的说法 而后加以解释 福贤生的贤 东汉末年的福贤大经师 我在这一点上 我非常佩服他 他能从事最典雅的经典训雇 他同时能兼顾到基层老百姓的需求 可以说他能真正做到让人 他雅俗 他共赏 是他都能欣赏顾及 不是别人来欣赏他 是他能够顾及高水知识分子 同时顾及到基层民众的需求 这一点我佩服 原因什么 因为他编转了也只有一句 通俗文 你顾名思义就知道了 最普通的文字 什么最普通的文字 你啊 我啊 他啊 门啊 用国文讲无啊 如啊 依啊 有啊 无啊 金啊 两啊 金啊 银啊 铜啊 铁啊 门啊 户啊 洞啊 梁啊 线啊 郡啊 这也都不认得那你活着干什么 去死 所以这两个东西 极旧章是保留下来了 通俗文没有完全被保留 只能从古书当中集出一小部分来 但是我讲过 不在于能否保存 而在于他真的是这位金师浮潜 我从这一点上头 我极为的佩服他 他的左转柱 可能很多地方不及度欲 但他的这种眼界于胸襟 是别人挤不到的 所以他固然为左转这种高维 所谓连国家 读书人都要奉为经典的作品做注解 他同样为一般最基础的小老百姓 他的生活需求 撰写了一本小册子 用现实话说 他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但同样他会将 所谓最基础的物理常识 写了一个所谓的 有关物理一百问 而且是没有任何尖身 不是一般讲的那个普及话 用最简单的语言 让根本没有读过书的人 也可以读懂 好 现在下面的问题就是了 到了 中国的文字的发展 大体上 在秦汉时候 这奠定下的基础 而在这过程当中 曾经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在北宋时期出现的 虽然在以往有 不是完全没有 但真正有开拓性的里程碑 是在北宋这个人 谁 欧阳秀 那么说在此之前就有是什么意思 任何人都可能有钱人或有地位的人 都喜欢金银珠宝或者收藏古董 这一点不奇怪吧 但他已经脱离了收藏古董这个的所谓炫富或累积财宝的意义 他已经将此升格到学术层面 变成功 谢谢观看